解壓縮檔案,將壓縮檔還原可使用的資料夾 那跟你講一下,你在網路上朋友寄給你這個壓縮檔呢 ZIP的,你按兩下會打開來喔 打開來變這樣,喔這要求你要不要註冊啦 那按兩下,可以看到內容喔 可是在這裡不可以直接使用喔 你不要按兩下,通常壓縮檔,老師怎麼使用呢 直接在這裡按滑鼠右鍵,然後再選哪一個啊 解壓縮字詞 那這有點像包裹的概念啊 我們班教授不是把衣服裝在包裹裡面嗎,裝箱 去新教授必須從箱子拿出來,道理一樣喔 你看喔,當我選這個的時候怎樣 他把它還原出來了,就把這個答案還原成資料夾 這時候這個答案才能使用 所以呢,寄給你是什麼,一包 你要做什麼,按滑鼠右鍵,選這個 選這個,就把它解開來 那這邊還有一個呢,解壓縮也是這個 欸,老師還有這個呢,那這什麼不一樣 呃,當你選這個的時候 會幫你多產生一個資料夾的目錄,變成這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說好了,反正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人家寄給你壓縮檔,請你按滑鼠右鍵,把它選哪一個啊 解壓縮字詞 就可以把壓縮檔還原成資料夾 那其實這兩個資料是重複囉 如果在你的電腦裡面,也許考慮可以把這資料夾做什麼 刪除,可以把它刪掉 就不用一直留著,喔,這檔案就這樣 這樣才可以開起來 這樣有個好處啦,因為呢,這是一個檔案 開起來,資料夾 這些檔案才可以使用 來,等一下你也練習一下,把一個壓縮檔可以把它還原 那再看一下喔 如果有些東西都可以來解開,喔,這邊沒有了 老師,那我一個檔案可不可以做呢 我這邊有一個,嗯,你打個比方好了 一個握檔我再開一下,不會耽擱一點點 好,這邊有個檔案,這是18K的,來看一下喔 按右鍵,一個檔案可以壓縮喔 喔,預設再看一下喔,它會去抓它什麼 它的名字,不是要4個A嗎 那我不要了,用這個喔,Excel快速鍵 有看到這個嗎 這是RAR喔,我們說RAR不方用哪一個比較好 壓縮檔,ZIP,壓給你看一下 這檔案壓完呢,還是會變比較小一點點 一個檔案可以解開來喔,再講一遍喔 按兩下呢,這不能打開 或者沒有辦法從這裡開檔案喔 你必須如果要使用這檔案呢 來,我再把它搬一下好了 搬到這裡,再瞄一下 如果要使用這檔案的時候 這壓縮檔,必須按右鍵 直接選解壓縮致詞 就把我還原這個,那這個就可以把它刪除 所以資料夾可以壓縮 檔案也可以壓縮,都可以 來,再看一下,老師 我想壓三個檔案耶,可是我沒有放資料夾 來,選起來,一起選,拖曳,或者按著Ctrl鍵 我想壓第一個,壓第二個,這個不要 三個喔,按著Ctrl鍵可以跳著選 按右鍵也可以做什麼 壓縮檔,這三個檔案喔 那這名稱是自己 如果你沒有取名字,預設它會抓 上一層的資料夾,那我給它一個名稱 好,就叫File了啦 喔喔喔,Sorry 再看一下,1 欸,壓完了,再刪掉一次 不小心點,按著Ctrl鍵 點第一個,點第二個,點第三 如果全選,就一起選就好了 按右鍵,加到壓縮檔 那名稱我自己取喔,就叫什麼 FILES,Files 那再提醒你,最好是ZIP 會比較妥當 就把這四個檔案變成一個壓縮檔 所以壓縮可以是一個資料夾 可以是一個檔案,可以是很多個檔案都可以 那結論是這個東西,如果要解開來看 必須按右鍵,解壓縮支持 來,你練習一下解壓縮 這個很簡單